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內積的版本作業 原則上我們的題目很簡單 就只有這樣子的內積的部分 那有一些同學已經教了作業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連我隨便找幾位同學的作業來看 然後再試試看 旁邊呢 這張牌到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陳同學 看一下他的寫法 這個是取證 這個是取證 那這個是 不是我們最低的內積 看一下內積在哪裏 ADD MUL MUL ABD 你看 我們剛剛確定是看到內積嗎 感覺是取證 感覺沒錯 感覺沒錯 那個交錯 交錯位置 交錯位置 好 來看個證 這個內積 所以內積 不用用到取證 就兩個項量相成 沒有那麼複雜 這個直接用點CS程式 看一下 這兩個項量 然後呢 弄成第三個項量 然後就 印出來 一二 然後 相成等於 感覺好像複雜了一點 不過 如果 邏輯是對的 只是 多做了一點事情 就是 這個 AR 上 I 加等於 然後這個再加等於 這裡有幾個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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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上當你MUL的時候呢 CSHOP應該是會清成0 如果他沒清成0的話 你這樣寫就會產生不可一期的錯誤 不過我印象中可能他會清成0 所以就不會 就是把整個陣列通通設定成0 整個陣列的元素通通設定成0 如果他沒有設的話 他這樣寫就是錯誤 因為如果一開始 就是說 AR上0 是100 哇 那你這樣寫就是錯誤 他家就全部從100開始加了 對 那就錯了 西少和正面 怎麼帶來的正面 西少和正面 一個辦法是你這樣 0 0 0 OK 這也是個辦法 另外一個是你寫個回圈 但事實上 他應該主動會清成0 所以你這樣寫應該是 執行是不會有什麼錯 但是在某些語言上面 就不一定會清了 所以這要自己相信 相信 相信語言 沒有規定清要清 所以 很多語言其實不見得有規定說 一開始初始化要測成0 所以這裡要自己相信 那另外是說 其實你這個程式呢 有點不需要這樣 你只要這樣做就好 這一行可以不要 這個也可以拿掉 對不對 那後面呢 基本上 你有印出來 沒印出來 都可以 可以啦 那最簡單最簡單 我把它簡化一下 大概 你寫成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 看得懂我現在在說什麼嗎 有沒有同學 都不懂 我所說的內積應該這樣寫 那 那 如果你 覺得 一般來講 就是今天我可能會把重點 放在函數上面 因為我發現 很多同學對函數的概念 真的是 不清楚 所以我待會兒今天的重點 我們可能 這三堂課 我只要把函數 幫各位 把函數 學會就好 就是 把這個東西 交給各位 那盡可能讓各位學會就好 那 現在的這種寫法是 沒有用函數的寫法 沒有用函數的寫法 會有一些不好用的地方 舉個例子 現在你 你現在做了AR 1跟AR 2跟AR 那做完之後呢 我再把它簡化一下 我再把它簡化一下 那這個呢 我就叫AR 這個就叫BR 編書名稱也簡化一下 那這個就A.x 然後呢 這邊就 AI AI Bi OK 好 這樣可以簡化一下 那 下一問題來 如果你沒有做成函數 那 你這個程式呢 就只能算AR B 等A級了 而且只能算一次 萬一ARB裡面有一個字感 你想再互交一次 不行 那 這樣子其實是 練習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學後文圈的時候 一定是這樣寫 但是等到 你已經會了 而且會了函數之後 你應該重新包裝 我稍微示範一下 你重新包裝 怎麼重新包裝 這種包裝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 我提出一個問題是 如果今天是這樣子 我再弄一個 我再弄一個 那裡面呢 當然就隨便 隨便改物 兩個 那當這樣做的時候呢 我想再算一次內機的牌 來 有沒有人告訴我 我現在在怎麼辦 把它複製 對不對 好 我就把它複製 然後呢 再貼上 好 然後呢 這裡因為會重複宣告 所以我得把這個Double給拿掉 對不對 才不會重複宣告 好 那我這樣子做 好 剛剛這邊忘記看 A B 那這邊就有S 我這樣做有什麼問題 那你可能不只要呼叫兩次 那如果今天呢 我有 我有 十個矩陣 十個項量 我想做它的兩兩內機 那你可能要全部重複成10 而且 那再舉個例子好了 如果我今天想說 OK 呼叫 某些 就是說 A和S的內機 再和B和Y的內機 然後 S和Y的內機 還有A和B的內機 那你就是要 總共要把層次 複製四次 所以這裡就是 函數的功能就會出來 函數的功能出來 這時候我們該怎麼寫 把這個層次寫得更好 我們先執行一下 看看它的層次對不對 我們再來改 哪邊沒改 A 對這裡沒改 還有它可能 剪貼的時候 也可能造成錯誤 對不對 因為 會忘記修改 OK 這裡也沒改 對 所以這裡這樣做是非常不方便的 非常不方便 所以呢 我們先試一次 我們先執行一下 我們先試一次 我們先執行一下 好 我把它直接貼到Wejo Studio 來用 建立一個新的 新的傳案 圖空檔 記得 現在還沒有要顯示廠 所以圖空檔 整個取代掉就好 好 那 這個程式 基本上 這裡 有一些 沒用到的韓式庫 你是可以拿掉 這個沒用到的Namespace 你也可以拿掉 Namespace是韓式庫的 部分 那你可以不用也沒關係 那你的程式就消費會再近一點 但是 用是一個好習慣 不過 我們現在為了簡單期間 我們再時間不用 好 現在呢 我們就先 把它這個中斷點 好 在最後 好 那我們就來建置一下 建置沒有問題 執行一下 那你會看到 OK AV的內機是32.0346 SY的內機是29.9246 好 那 我算不出來那麼快 所以應該是可以做 各位這個程式看起來不錯 好 那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要重複算很多次內機 我這樣寫是不太好的 那我們該怎麼做呢 我們這樣做 我先宣告一個叫 好 IP就好了 好 然後呢 習慣就是 OK 參數要給 那這個參數怎麼給呢 我們 就一樣 給兩個 Double 進去 的陣列 Double 的陣列 那一個是A 一個是B 好 好 然後呢 我們呢 層次的寫法 就是把這一對 抠過來 好 那是A 最後呢 請記得 因為它是個函數 函數就是有常位值的東西 如果沒有常位值的 我們叫程序 那有常位值的東西 我們這樣就叫 就INNER就好 好 所以這樣我要再算一次 內積 我就只要互交印 然後呢 稍微的結果 OK 可以說C 好 那這樣子 再建置一次 好 他說有錯 我看一下 錯在哪裡 有個錯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還沒有加物件導向 所以 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的Mate 前面有加一個字 Static 這叫靜態 靜態 就是傳統的C元寫法 那種就是靜態 那 因為CShop是物件導向 所以如果 綠色的話 你會加Static 它就認為是物件 會認為是物件 那 所以我們沒有 還不是寫成物件 之前我們必須要用Static 靜態 再建置一次 OK 現在就OK了 那我們看一下 執行一下 好 那你會看到我執行完之後 C 就是32.034 跟這邊是一樣 對不對 跟這邊是一樣 好 所以我們寫成這樣之後呢 我整個程式就變得 相對的簡單 很多 為什麼 我把它這邊 原本我做這些事情的地方 可以 註解期 這邊 也註解期 好 我要做 兩次那一集 你看 好 這樣子 那我們呼叫的時候 就變成這樣 好 你可以看到Z 就是29.924 所以 所以 我這兩段就不用寫 這兩段就不用寫 這兩段就不用寫 那如果今天是呼叫100次呢 那我這樣的寫法 就賺很多 賺很多 賺很大 因為 你少了100段這個東西 所以 當你學會了基本的程式 像 變數宣告 然後 衣服 然後 夠 壞這些東西之後 你就必須要學會一個東西 就是 函數 有了函數 有了函數 你就能模組化 能夠模組化 你程式才有辦法 重新利用 然後變得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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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能夠重複使用 然後比較好用一點 好 這個就是 寫成函數的 好處 那所以呢 我現在把這一個 程式 整個貼到 整個 我 我 我 出生一下 它 出生 好 那我把這個 我用檔案的方式 各位才補充 好 那我把這個音樂呢 給上傳 我用檔案的方式 各位才補充 才不會 就是 才一半斷掉 那我現在把 呃 先寫下 好 那我先上傳一個檔案 好 那我剛剛用在 PCC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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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傳 祖傳師 就好 OK 好 那請各位看一下 然後把這個東西 拿回去執行 執行 執行程式 那 把這個東西拿回去執行 然後 呃 確定你已經懂了 我們剛剛為什麼這樣寫 好 這樣幹 好 然後 我們再往 下一步再講 這部分 不了解之前 下面會很難講 好 好 好 可以 再次看 再次看